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人者猫的汉化版 这个汉化版呢仍然是汉化你妹汉化都制作的 采用的是大字体,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那游戏当中可以用到四个圆柱的猫 分别是打岩石的、钻地的、还有游泳的和飞行的 这部分呢也都进行了汉化 这个游戏的剧情方面非常的长 一共有11关还是12关 剧情方面大概要到半个多小时 这样剧情呢就给大家略过了 咱们纯就是看一下它的汉化的水平 还有过关的情况 第一关 猫呢有三只 咱们先用这个默认的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个bug 攻击的瞬间 然后换猫 你就卡住了一个刀啊 等在你身体周围呢 不断的在激情攻击 这个忍啊 咱们要吃两个忍 吃两个之后呢 你就拥有了最高级的忍数 打boss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怪需要打三下 所以跟他拉一点距离啊 使用飞行这个猫啊 赶路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boss了啊 咱们切换人回胡太郎 好啊出门呢 大叔又卡了一个bug啊 就在出场的一瞬间啊 使用一个 这种三段的全屏大啊 就可以把对方的boss秒掉了啊 第二关 第二关咱们换个猫啊 换这个蓝猫 蓝猫的武器是伞啊 他的很多忍数呢 也都会伞相关 吃到一个忍 这个忍啊 吃两个就够啊 没关 再吃多了呢 他又循环回去了 这里能跳过去 好啊 吃到了两个 这样打boss就稳了啊 这个鸟要躲一下啊 这个游戏呢 几乎所有boss啊 都可以用这个 不命的方式啊 干掉 就是你和对面的boss啊 都可以拼命 就可以打死了 除了少数的boss啊 综合来说呢 这三个猫啊 就最后那个母猫啊 普通普攻啊 是两段 其他的各方面 其实都差不多啊 这关的boss好像是 不可以利用这个 哎 撞到我了 不可以利用那个bug干掉的啊 因为他出场吧 一个大 这样 再大 好 再普攻两下就完事了啊 第二关也够关 第三关 咱们用这个猫啊 这个猫最大特点啊 就是他的普攻是两下 这里直接用这个猫飞上来啊 节省一下时间 哎 你看他跳啊 跳的还挺高啊 这个有点讨厌啊 猫 仍然飞上来 看看这里怎么过啊 不是非要这个打上面那个怪啊 啊 零的 零的就是加这个圆柱槽的啊 但是呢 你如果用这个普通的这个猫的话啊 那圆柱槽是会长的 这里就是挖土能挖过去啊 咱们直接跳过去 还给了个血 还给了个血 有个人 零的 飞过来啊 哇 我这怪好突然 呀 这个跳起来了 啊 这个要铲我 好 boss啊 还会往下扔小怪啊 这里咱们就 后面呢 除非个别的吧 咱们少开点bug啊 再来一下 差不多了啊 好 完事 boss都很简单啊 第四关 仍然是选的这个胡太郎啊 流程当中可能会掉一点血 我们就不追求什么无伤什么的 什么移命啊 移命应该是可以移命的 因为这游戏的难度 说实话 还是比较低那一个档的 这里一拳打过去 再切回白猫 这有个人 这样咱们如果吃到两个人呢 咱们就砍一个bug 吃不到就算 这 真给机会啊 飞上去 飞起来非常省力啊 当然了 你卡一个卡一个刀啊 更省力 哎 他落下来了 让我赶落啊 不要捣乱 这关 因为这个地方是天狗山啊 所以这个boss是天狗 用两个大招 打了两下 完事 以后的关呢 咱们就拥有这个猫了 默认的主人公嘛 是一个人 这里的土都可以挖 到这不得不挖了 咱们别挨着啊 留一个垫脚的地方 好 这里换励志剑 一拳一个婴儿罐 这里能下来 因为下边呢 是有一个人的 美国安防忍吃满 可以保证你 这个打 boss非常快 哎呀 这个跳起来没看到啊 这种半高的怪 我是最讨厌的 这里上来 别想打到我 应该是上去啊 洗羊羊 这个boss咱们不卡bug打他了 这也挺快啊 第六关 香蕉皮 这个香蕉皮还是非常讨厌的啊 这个怪要砍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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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猪的很减啊 人 人 人还差一个啊 哎 他这个高度不好啊 这种半高的非常讨厌啊 这不给我呀 算了啊 不要了 不拿大招打boss了 这得换这个 啊 不对 换这个啊 换这个 这是水里用的 水下性能是非常好的啊 给你一拳 那边还有个血啊 好像啊 没有用 三刀 好 完事儿 打乒乓球一样 第七关啊 第七关是个迷宫啊 往里冲 这个怪不要打 这个怪 需要打四刀 哎 讨厌的香腰皮啊 哇 终于来一个想缠我的啊 没缠到 走这层啊 哎 哦 这有个小丑脸啊 我没看见啊 里藏的很深 飞过来啊 哎 这有个人 进房间 然后出来啊 刷一遍 好啊 这样七活了 上面有个喜羊羊在那搓头皮啊 进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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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关boss呢 到时候卡了一个bug 我把他卡死了 一把滚 啊 跳过来他们三个就自爆了 哦 哦 挖土 给他一把手里剑啊 我喜欢从这边走啊 这里要砍他一刀啊 这会冲上跳上来的啊 我出刀晚了 我这个怪讨厌 陈铁 谁跑 一个大间 两个 第九关了,好快啊 差一点就落实了,但这个点是能踩过来的 还没吃到忍呢 刚才跳一下就被电了,其实也无所谓 这里我看溜边能不能过去 还可以啊,边上没有电 这个设定有点那个,舍不了啊 百密艺术 是两个人 哇,冲得太猛了 哎,我那藏个敌人啊,向我发射这个闪电 这个boss咱们也跟他硬拼啊 吃了我两发大 吃两发大之后就四五刀就差不多了 看完事儿 哦,第十关,那一共应该是十一关 永远是用咱们的胡太郎 我这样就一个石头就完事儿了 放割盾 自然太靠上了 而且这得要重来一遍 这样吃满了 圆珠草也不康用 半根下去了 省一点 给你一下 半高的这种最讨厌啊 跳着的 直接撞上了 这个也直接撞上了 这有个人 这个人不能吃了 有个群 对咱们来说 没有实际作用了 boss 秒掉 这个也秒掉了 就本关有两个boss 最终关 看不到他 他也会发射飞行道具 他上去了 正好咱们跑啊 好像是个鸵鸟 我这个东西我想吃两次啊 所以需要刷了 吃两个 用他来打boss啊 半高的 哎呀这个我不应该感受气 不理他 大功事件 躲了整个的流程 最终关 还要开始那个 哎 要开始这个了啊 来个大 完事啊 完事啊 就拼死了 通关 整体来说呢 这个 人者猫啊 也叫功夫毛党啊 也是一个动漫作品 改变的游戏吧 风格呢 偏轻松啊 难度上 基本上是 我觉得谁都能通关吧 这个汉化版呢 整体的流程 全部进行汉化了 做的非常这个不错 中间一些梗的地方啊 插可打混的地方 也都润色的非常到位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体验到 这样一款游戏吧 那好吧 本期呢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